下朱雀对阵WBG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 看一下东旋 我是觉得这套阵容打使徒还是蛮厉害的 WBG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放你那个 艾维让你艾维来打嘛 我知道这种就摆好了阵势 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对吧 有鸟有酒有磁铁有野人的救人 只是毕竟他是东旋 毕竟他是东旋 你这边虽然说阵容上面来讲 是现在可能就是职业战队 慢慢的慢慢的都已经找到了 如何打iV的一些方法 一些阵容一些套路 但是你让东旋如果抓到机会的话 那么什么阵容啊套路啊 这些可能都不一定有用 呃闪现两秒钟之后好 59点的一个腐蚀值 这边的话一组本像喷一口差一点 闪现这边应该直接开了吧 直接开过来压飞轮 知道你可能会带飞轮 一刀打好的 65点 我倒没有看刚才这边 一四人的这个一组本像 有没有交啊 这边的话一组本像 这一波好像是没喷到 有没有观众刚才看 那个小镜头逃神的那个视角是怎么 怎么扭了一下呀 再补 还是没喷到 那前期的话 逃神这边的牵制拉满了 1分42秒 外面的密码机已经修掉了两台半的量 而先知这边的话手里还有一个飞轮 刚好镜头给了一波调酒师 调酒师一边过来送酒其实没有必要的 这个时候先知就是你能溜多酒溜多酒 这个酒的话应该不是要给先知做准备的 这边的话飞轮顶掉 好的 逃神这边遛了三台 遛三台倒地 不影响密码机 并且倒的位置 不仅三台 三台多了 倒的位置 还是一个 视野并不开阔 板子比较多的一个强势点 这个点对于东旋来讲 想要拦住野人救人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东旋 附身上 也就是在交互点上面补一个桃片 这个桃片可能是更多的是 为待会儿这波救下来以后 防止求证26做准备的 现在的话 先知这边是一个板弹加速往前走 这边的话一波 好的 二阶的一个落地腐蚀值 打满 但是在防守端并没有能打到太多的东西 这把的话是焕老师打的那个调酒师 回忆打的野人 他们这个救人位真的是可以换的 上一把焕老师的野人救的很漂亮 这里的话人再挂上 野人这边再顶过来 密码机的话可能还能再干扰一手 但是毕竟你这边主要要针对的是这个先知 所以东旋这边也就是 最多附身一个陶片嘛 而这边看探员待会儿机子修完以后 他可以过来打 哎传过去了 传过去打一刀 那边人救下来 看探员机子修完以后 这边的话是陶片附身野人 再附身先知落地 91点有闪现 这个闪现得交 先知这边 站原地感觉在防 野人这边还能OB一手吗 野人这边还能OB一手吗 哎 这边的话是吃到了这一波 没能够顶出来 但是穷者这个三人开门战应该还是打的比较舒服的 追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要找这个 除非你一轮能够把这个腐尸只点满 要不然的话找调酒师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这边如果不找调酒师 你的目标里面是这个看探员 很容易出事情的 这边东旋是伊斯人在这边在手传过去 落地看探员没有飞轮磁铁板子下掉 伊斯人爆好的板子破掉以后一刀可以 那没问题 那边的话 但是那边好像有淘片吗 墓地的淘片 墓地的淘片可能不太够 墓地的淘片可能不太够 再伊斯人过去的话 门能开 最终穷者这边两人能走 看探员前面还有地窖 大龙起来以后47 能起来吗 这边是地窖 今天的比赛地窖真的好吓人 看探员 看探员 大龙 大龙 起得来吗 哎呦 起来了 起来持了个刀 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他这个血线变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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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